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5月17号星期二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市场呢 整体上来说呢 还是处于相对的这样一个高位震荡的走势 三大股子呢 均收红 但是呢 幅度不是太大 大盘呢 再度呢 在这个3100点主力观下方呢 继续叙事震荡 那么生成子呢 今天呢 也是同样的一种情况啊 在这个反弹的一个阶段的高位啊 在这儿震荡啊 连续有几个交易日了啊 大盘依旧没有突破3100点 两市呢 今天各股方面 我们看到几乎是涨跌各半 多空双方呢 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处于力道 属于平衡的状态 那么目前这个地方 接下来就要选择方向啊 那么我在上周就提醒过 我说这个3100点整数观非常重要 如果过去的话 那么上方的空间将打开啊 那么可能会继续上攻啊 到3200多点 32006 32008都有可能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虚实震荡之后 那么然后呢 呃继续展开啊 做这个大型头肩底的 这个右肩的啊 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从当前的这个位置来看 我们看到啊 还处于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啊 3100点就是在之前 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个 那个技术位啊 很重要的技术位啊 价格通道里边 那么这个位置呢 目前来看呢 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地方啊 进行啊 忧郁不决 今天的最高点啊 就是收盘的这个点位 3093点 实际上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那么一旦后续突破 而且是带量突破 但是今天的量能啊 明显是不如前几个交易日啊 还略微萎缩 以大盘为例 那么后续呢 量能一定要跟上 如果你反弹过程当中 量能跟不上的话 那接下来回踩啊 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还要保持一定的 这个谨慎啊 不要盲目追涨 虽然今天我们看到一些热点板块 比如像新能源车啊 锂电池啊 储能之类的啊 今天继续强劲反弹 但是呢 这个位置我认为啊 从短线的角度 追涨要谨慎 要根据个股的一些啊 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啊 具体去看待 那么当前呢 这个仓位上还是要保持呢 半仓以下的水平啊 那么从目前的走势来看 我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个假设 我说大型头肩底的形态 那么这种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什么样情况是比较大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3100点如果能拿下的话 那有继续上攻的这样的一个啊 这么一个走势 那接下来在前期这个平台这块啊 在前期平台这个地方啊 3107上方3280之间做震荡啊 震荡之后呢 然后可能再度回踩 再做一个底部啊 所谓大型的头肩底啊 就这样就形成了 那么之后才容易形成 所谓的啊 一个大级别的反转形态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形态的出现 就是说这个阶段 在右肩没有出来之前 尤其在缺分啊 这个之前这段 没有做出这段大的形态啊 那么后边呢 我们认为这个反转的时机 应该还不成熟 所以在七月份之前 一定得完成这样的一个大的形态啊 那么后续所谓五成 五穷六绝七翻生 这样的一个前提 或者这样的一个假设才成立啊 那么七月份翻生之后 那么将迎来啊 下半年啊 一个比较强势的向上修复性的 这么一个行情啊 甚至啊 我认为会把上方前边的这个高点摘掉啊 所谓3700啊 什么3731点啊 所以呢 后续这个地方还需要边走边看 那么目前呢 从这个技术上来看啊 我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个角度线啊 将角度线呢 选择2019年约4号的一个低点 240点 那么高点呢 取这个这个2021年2月18号的最高点 3731点 以这个为啊 这个一成 一比一线啊 然后我们画好这样一组将温角度线 那么这样一组将温角度线 显然呢 呃 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市场的支撑作用 一个是3月16号的最低点 3023点 然后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的最低点 这个位置的呃 应该是在这个4月27号的那个最低点啊 两个低点做出来都踩到了什么 踩到了3比1和4比1的这个线上啊 那么在这个线上其稳 同样呢 呃 从历史上看啊 有这样的一个形态的呃 相仿的啊 这么一个走势 也就是说 我们回顾一下2020年2月4号的那个低点 哎 这个地方 看一下啊 也是强烈 杀跌之后 当时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啊 然后美股呢 在春节之后啊 2020年的春节之后 大幅下跌 但是几乎是一步到位啊 就是一个大空 大幅的跳空下跌 然后反弹 再向下 到3月19号啊 2020年3月19号 那么这次同样有一种情况 这是2月份开始 这个由于这个 这个这个外部事件的这个剧烈的啊 这么一个冲突爆发 然后我们A股大盘啊 迅速下跌 然后呢 再开始反弹 然后呢 又容易事态的一个恶化 然后进一步下挫啊 然后呢 急速下杀 也同样在关键的 将人角度线上 获得支撑 这是3比1线 附近支撑 下方4比1线 前面这个形态呢 是在这个2比1线啊 这个地方 起稳反弹之后 然后呢 跌到3比1线起稳 那么这两个地方 有没有雷同的地方啊 如果说有雷同的地方的话呢 后续怎么走 很显然 如果是相仿啊 形态相仿 后边呢 我们看到是2020年3月49号以后 大盘呢 走出一个倾斜式的向上的洗盘动作 然后直线拉伸啊 在当时的券商等大盘股的带动下 直线拉伸 然后呢 经过三角形整理之后 对吧 然后又一波 五波的上涨 那么整个我们看到 从这个地方啊 向上 这个涨幅的空间巨大 那么这次会不会复制当年的走势 2020年3月19号之后啊 这个阶段正大上行 然后呢 我们看到目前呢 3比1角度线暂时有支撑 当然你可以把它作为你将来的一个止损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起稳之后 后面会不会也像当年的那样啊 然后倾斜式向上洗盘 然后急速拉伸啊 急速拉伸 然后呢 再扶制当年的这样一种形态啊 这样种形态再扶制出来 有没有这样概率呢 我认为是存在的啊 很多朋友不太相信啊 认为说大盘将来还要到2500点 2600点啊 很多有非常悲观 但是这个一定要看这个事态的一些演化啊 当然后续呢 我呃 这个仅仅提供一种参考啊 当然眼下一个最重要的关口是多少 我刚才讲了 就是3100点啊 那么最近几天几个交易日啊 高位我们看到就是过不去 一个是在呃上周三啊 上周三最高点3100点 那么然后呢 就是在今天 今天还没有到啊 昨天盘中最高点曾经呢 突破过3100点 但是呢 到后来呢 我们看到冲高之后又回落了 所以我现在啊 画的这个水平线啊 大家可以在你的 这个软件当中啊 可以标注一下啊 我们画一个一个水平线 放在这儿啊 过去了 那就是前景啊 应该是一片大好啊 当然这个地方有连续 两个交易日 已经一定要在 3100点上方踩稳 踩稳之后呢 后续正能向上 走一个对称形态 前面怎么整理的 对吧 前面怎么整理的 怎么整理的 接下来呢 你突破之后 后面就要怎么整理 对吧 前面呢 怎么下来的 后面怎么上去 啊 怎么上去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逻辑 那么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呢 这样的一个很明显啊 就是前提是3100点 拿下之后 但3100点拿不下怎么办呢 我在昨天的讲解当中 也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地方啊 拿不下怎么办啊 过不去啊 过不去 再次下落啊 然后二次踩底 倒恩自行啊 前面是恩自行反弹 后面呢 倒恩自行洗盘 然后呢 然后反复震荡 然后再向上 底部呢 是两只脚落地啊 两只脚落地更踏实一点 然后呢 中期再震荡一回啊 然后慢慢的向上修复啊 可能这个节奏会放缓 同样呢 骨子经过底部区间整理之后向上 那么我第二种这个概率 他可能是啊 整个的这个节奏都将放缓 所以说呢 现在看的话啊 呃 我说的话啊 就3100点很重要啊 我今天呢 我有个大胆的预测 我认为3100点啊 目前来看 连续两个交易日散稳的概率不高啊 那么今天从量能方面看 很明显不太给力 反弹呢 确实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相对高位的这个点位 但是呢 大盘没有放量 股指没有放量 成交量呢 依旧处于相对比较低迷的这样一个状态 显示市场投资目前来说 心态依旧比较谨慎 那接下来啊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资金 到底去哪里了啊 那首先来看一下行业 看一下行业啊 看一下资金这块 潮大滩资金 到哪里去了 有色 很重要啊 当然有色里边呢 为什么有色今天长这么凶啊 主要其实大家看到了这两天就是 锂电池 锂矿 储能 跟你相关的 那些呃 产业链啊 跟你产业链相关的一些 这个 比如说除了你之外 还有比如像 呃 像 告啊 啊 然后像其他的一些 这个这个 这个 金属啊 那么跟锂电池相关的 只要能用得到的 那么这里边 我们看到他 今天呢 整个这个走得还都还不错啊 呃 呃 然后呃 锂电池主要是这块拉起来的啊 主要是这块拉起来的啊 我们看右边就很清楚啊 跟锂相关的 那从上完西藏矿月 西藏珠峰 永海金属啊 那么然后干风锂业 是吧 呃 然后盛行锂能 啊 盛通矿月 包括一些稀土啊 包括跟超导相关的 这个都跟锂矿相关啊 然后呢 比如像菇啊 韩瑞菇业 对吧 他跟锂产业链 锂电池 他必须要用到这个东西啊 作为稳定计啊 如果不含菇的话 那个锂电池很容易自燃 这个就不太安全 所以你必须要添加这个东西啊 添加这个菇这种金属 所以锂电池板块上涨的时候 相应的这个 菇概念啊 菇概念啊 菇概念他也必须有所表现 那就是今天有色板块 还是由于我们说 锂电池产业链矿 盐壶体理啊 然后储能 相关的啊 这样一些上涨 那电池设备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行业里面讲电池设备 实际上涉及到题材是什么 呃光伏 风能 铃产业链 铃电池 储能 呃 这都是属于电池设备的这个题材啊 只要你讲到这个呃 跟储能啊 跟这个新能源相关的 跟锂电池相关的 你就应该想到是电池设备啊 这个行业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啊 排在前两位的是什么 其实啊 就是这个跟呃 新能源啊 就是就是储能 锂电池 新能源相关的 这些题材 今天呢 最受主力资金的关注 然后是汽车板块 说到汽车板块啊 今天主力资金 大幅的净流入二十多个亿啊 超大单资金 那主要是什么 就是新能源车 今天的走势依旧很强劲 然后是化工板块啊 化工里边实际上啊 今天呢 在我们的题材当中啊 体现的是什么 下方实际上就是所谓像 呃 铃矿啊 铃矿 呃 像这个碳酸锂啊 什么磷酸锂啊 这都属于化工啊 跟化工相关的 呃 包括下方的这个农业板块的化肥啊 那么也跟化工相关 呃 整体上来看 前四位里边三个 是跟理产业链跟储能相关啊 你包括化工也一样 然后呢 汽车里面呢 因为你涉及到储能啊 涉及到这个汽车的燃料电池 那当然了 也对新能源车 是一个刺激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 第五个啊 第五个半导体 实际上这两天讲这个汽车芯片 汽车电子 哎 那么这些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半导体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题材 那这里面说白了 那这里面说白了 讲这么多 锂电池啊 什么都用到哪里去的 毫无疑问 那就是新能源车 实际上新能源车是个主题啊 新能源车的需求量这么大 所以呢 带动了锂电池的需求 锂电池的需求 带动了锂矿 延后体理 相关一类题材 锂矿呢 带动化工 这就是化工行业 然后呢 新能源车的一个 大容量 大量的需求 市场的强烈的扩张 那就是对汽车的电子 汽车芯片 车规级芯片 我们讲无人驾驶 智能驾驶 讲这个上面一些 关键的一些设备 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 那它必然有一个 强大的一个需求 所以半导体当前呢 我们看到 它的一个掌势当中看 其实呢 是芯片题材 在题材里面 那就是芯片题材 芯片 这个大题材 今天主力资金啊 净流入31个亿 但是最猛的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 就锂电池啊 80个亿啊 你放到题材当中 就一梦了然了 对吧 一梦了然了 当然这些 这些是今天行情的 一个主线 其他呀 像什么 下方像无人驾驶呀 稀缺资源啦 什么稀土啊 包括这些别的啊 什么这些燃料电池 一些电池 都是拓展 主题是 锂电池新能源车 那么下方那些都是拓展 光伏呢 是跟芯片 它俩是联动的 对吧 光伏 所谓那个多金硅 高重度的多金硅 它又是芯片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最基础的啊 这么一个元器件啊 所以你看到芯片大涨的时候上涨的时候往往光伏会跟随 这两个板块联动性很强的啊 这个大家要清楚 所以你看题材之间呢 它是有这个关联度的 哪个题材涨其他相关联的题材立刻啊就会有反应 所以今天的整个来看呢 热点呢 还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尽管是两次当中啊 我们看到已经有一半的个股在下跌 但是热点板块不缺啊 今天的题材呢 还是比较 还是可以的啊 如果大家呢 把我把这个脉络掌握好 短线机会还是还是有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以这个锂电池这个题材主数为基准啊 为基础看一下 那现在呢 按照我的这里边看啊 它向上反弹的动能还是具备的 那么说接下来我刚才结合了 结合了骨子啊 骨子本身的3100点 这个地方啊 还是值得观察 所以后续呢 观察量能 如果量能啊 比前两天连续放大 大盘占上3100点 这个时候的题材还将啊 这个题材轮动的这种行情 还将继续持续下去 所以说当前啊 我认为这些题材呢 还是给啊 这个分低可以继续关注 今天有走的比较弱的啊 就是我们说之前啊 给大家讲啊 新冠检测 包括新冠药啊 这两个医药板块的重点的题材 包括油门啊 油门罗干军啊 装配是建筑 那么尤其是新冠检测 包括新冠药 那我为什么在昨天就提示大家不应该追涨呢 其实很明显啊 这个地方的反弹 已经啊 基本上已经到位啊 昨天我在讲解当中特别跟大家说起来 我说新冠药 你包括现在医药啊 通过近期的一个反弹 其实是明显 预阻回落啊 这个这个位置 我再我再讲一下啊 就是说近期的一个反弹啊 不管是从我的这个指标当中看 那么还是从其他的啊 这个当中看啊 尤其是包括新冠检测啊 新冠检测最 这个数据更更充滞充满一点 那么这两天的反弹很显然啊 这个高位呢 迟迟上不去出现回落 对吧 这个就不太不太理想啊 所以说你现在去追涨 那只能等他回踩以后再去关注 不要着急 说这个地方涨起来了 我马上去买 可能刚一买 马上啊 由于市场投机氛围还这么浓 你可能又短期又被套在上方了 所以现在操作当中啊 大家还是要谨慎 今天看着里电池涨 而且资金大幅流入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地方其实往上 呃量能的话 现在配合的不是太充分啊 那么今天冲高 那么接下来一定要关注量能的一个 能不能跟进 那么从目前我的这个 呃这个量化指标里边看啊 上方比如说锂电池啊 上方有一点点空间 但是反弹空间 从目前来看不是太大 那么即便你中期向好 第一波反弹 这个反弹结构具备之后 呃首先就有一批短线资金获利出场 然后呢进行二次回踩 对啊往往是有两只脚落地 然后再起啊 这样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所以现在呢 我相信这个市场当中啊 投机者的这个 这个比例非常大 呃百分之八十啊 甚至更高的比例啊 有些是普通的投资者 大家并没有报中长线的思维啊 去拿一只票 实际上都处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包括油资散户 现在都是什么形态呢 都是获利就走啊 不是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所以说大家呢 呃现在的话就是你如果是都是这种心态啊 呃而且呢 呃市场啊不会马上走好啊 就是现在的话大家如果整体包括一些机构啊 一些私募机构也在做高抛低息 那整个投机氛围一旦这么浓的话 我相信这个底部会需要一段时间 慢慢的去构筑起来啊 呃我说二八六三点很可能是年内我们的一个最低点啊 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啊 我认为创新低的概率不大啊 几乎是后面还是区间震荡 低估值蓝筹这一块呢 继续关注啊 低估值蓝筹整个的这个 呃以这个低伺净率为主的啊 这样的一个呃板块指数 现在还是沿着这个粉红色大型上行通道 震荡上行 这个节奏不变 呃中轴呢 这个位置呢 已然是强制撑啊 我的这个中呃中间的这个中轴 就是价格通道啊 呃之前跟大家可能说的不太多啊 今天特别跟大家说一下 看一下中轨啊 中轨的位置 那么连续在上方整顾 量能也为说后面其他放量啊 整体的估值呢 没有啊 进一步下跌的空间 估值已经是历史低位 现在200只蓝筹白马股都跌破了每股金资产 平均市盈率呢 不到5.2倍啊 然后板块4净率是0.4相当于啊 每股净资产是1块钱的话 相当于打了4折啊 打到4折啊 就这么便宜 银行 之前呢一直在跟大家讲银行啊 银行呢 实际上现在是历史上最便宜的时候 板块4盈率只有4.35倍啊 4.35倍 然后呢 板块4净率0.36相当于1块钱的净资产的基础上 打折售卖 卖多少呢 卖三毛六 打了3.6折啊 打了3.6折 其实已经我们讲的话是严重低估啊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银行股往下走的空间啊 几乎不大啊 没那么大空间 所以从蓝筹的这个估值的角度 还是他目前所处的这个市场的位置 往下走的空间就应该很有限 进一步来讲 上升50指数或者是上升指数或者护升300 一些主要的骨子 再往下的空间啊 很有限很有限啊 这里面特别跟大家做一个强调一次啊 历史上每次都这样啊 你到了一个骨子的底部 一个大底的位置 那骨子骨子没什么空间啊 大不了就是摩底啊 摩底给你一个区间 比如说呀 2013年到这个2014年的上半年期间 有记忆的朋友啊 相信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当年是什么情况 这个位置当年是在这儿啊 我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删掉 给大家看一下啊 当年的一个情况 那么当年就在这个位置 前边啊 前边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啊 其实呢 大约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啊 一直是磨 磨磨蹭蹭的 2000年左右建大底啊 实际上1839是个极端的位置 击穿以后很快收上来 拉起来之后 越往后一看 这个就是底部区间 上下呀 他不到100个点 一抹几个月就过去了 根本就不动啊 那个时候人们都感觉啊 这个市场太没劲了 其实啊 就是用于这大机会 用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但是后来我发现 2014年这个 呃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呃 2014年7月份啊 突破这个向上的压力线啊 那么这根压力线突破之后 呃 我在这里面简单画一下啊 有的朋友看压力线 我当时呢 就是看这个压力线啊 实际上有时候你想啊 大家当时的情绪都很悲管 但是我就看这个压力线 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我什么时候就跟进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突破的时候是什么 下方它是带亮的啊 这个地方是带亮的 看到没有下方这个是带亮的 突破之后直线拉伸啊 向上直线拉伸 很快这个行情就起来了啊 当时那一波呢 走得非常剧烈啊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底部带亮啊 带亮之后一路向上啊 向上拉伸对吧 这个地方非常快 行情走得非常快 完全改变了之前的几个月 那种非常磨叽的啊 筑底的一种形态 一旦拉伸的时候 你反应慢的都不行 很快就起来 我们历来说啊 我们A股的市场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主声浪来了的时候 你凶了一不及掩耳之士 很快就拉起来 所以呢 有的朋友是什么 就是没有经验的投资者 很容易卖在底部 受不了了 天天都是记得历史旧账 天天都在念叨 我之前套了多少 我到这位置 我坚持不住了 你坚持不住的时候 刚好跟市场的主力 做了一个反向的选择 你在卖出的时候 主力却在买进啊 所以之后我们看到 后面谁输谁赢 一目了然了 因为你在最悲观的时候 最廉价的时候 把最廉价的筹码 亏了很多板 卖在主力手里 这个时候你被清除出场了 当你看到行情走好的时候 那时候只能是后悔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市场 为什么说主力机构 和专业投者啊 这个始终 他们都是赚钱的一方 原因就在这儿 是反向操作的 刚好二者是反向操作的啊 这一点大家以后啊 一定要啊 一定要长教训啊 一定要要总结 这样的这些经验啊 过往的这些经验 所以眼下呢 我们说这个估值很便宜 之前我再给大家也讲了很多啊 从估值的角度 从市盈利的角度啊 今天呢 依旧在28倍啊 整个A股的平均市盈利 依然处于历史的底部的位置 所以呢 这个底部啊 他磨 他磨底 磨底这个阶段啊 就是 就是他 他让你啊 所有的人 为什么往磨底呢 不很快拉起来了 明明明明明是到了大底了 但是 不会很快拉 原因就在这儿 磨磨底磨的是什么 磨的是心态 磨的是最后把一些符筹啊 全磨出去 拿不住 不坚定的筹码 觉得没戏了 全卖了 这叫磨底 磨底的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磨完底之后 底部很扎实 后面就是急速拉伸 就这样的一个 历来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不管是2005年那个998点开始 还是2018年的那个 当时那个1664点啊 还是2023年的下半年 我们都看到都是那个阶段 都开始磨底啊 磨底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所以大家呢 最近呢 这个我知道很多人 比较受煎熬啊 这个之前高位买的 回来很多 这个心态上有点这个压力啊 我觉得也正常 但是呢 当你看透所有的啊 这样一个规律之后 相信大家会有这种这种啊 会有自己的一个认识 而今天的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祝大家投资顺利